中西教會 華夏文明 華夏文明以夏商周三代為中心 周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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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法制 封建制 當時的宗族 非常巨大 尤其是上層階級的宗族 尤其是上層階級的宗族 而這個宗族跟我們現在一般的想像是很不一樣的 他不光是一個一群人住在一起 他本身同時也是一個政治跟軍事組織 也是一個生產組織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小的社會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小的社會 而且往往 比較厲害的宗族 他就變成一個小的地方上的霸主 甚至於國家 那這個情況 事實上熟悉中國社會的人知道說 中國歷代 一碰到亂世的時候 地方上的這些大宗族 往往又退回 變成一個政治跟軍事組織 我碰到老一輩的 像這個 張忠和先生 他們在安徽老家 那地方常常鬧匪亂 他們在張家的地方上是大祖 一鬧亂子的時候 四鄉的這個老百姓 躲到他們家的那個張家的那個大債裡去 那個大債裡圍起來 就像一個小城牆一樣 四面日夜都有人巡邏 那這個在中國大債裡 這個地方上的豪族 一直到清朝往往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 中國的這個封建跟中法制起源的非常的早 那 所謂的中國政治 其實就一個一個地方上的這些豪族們 大的宗族們連結起來 他怎麼連結呢 這個連結的方式叫做封建 封建當然也是 不斷地經過的 這個戰爭跟合眾聯合 這個戰爭會很產生出來的 但簡單說 他通常會有一個地方上的這種連結 一個區域的 這個叫做方國 然後一些方國中間如果再出個霸主的話 就叫做霸 能夠得到天下的 就成為天子 他用一整套把大家連在一起 那這個東西跟我們後來的政治很不一樣 他可以說是 一種我稱之為 一種大同盟的政治 所以在這個大同盟的政治時代 所以在這個大同盟的政治時代 中國的社會 它每個地方的自治 跟每一個 這一個個別單位的自由度 其實蠻高的 就每一個宗族每個地方的自由度 蠻高的 就是以中法為封建 為中心的這一套組織的方式 就是以中法為封建 為中心的這一套組織的方式 就是以中心的一套組織的 或者是一個君主制的國家 下面的社會 其實還是相當維系傳統的 這種宗族跟家族跟封建的狀態 一直到了近現代 那我為什麽要講這一段 那我為什麽要講這一段 諸位要知道 這個東西的起源 這個方式 跟西方是截然不同的 那 所造成的不同 根本上在於幾個地方 諸位不要以為它過去了 第一 所謂中法跟中族制度 到今天 中法制是不行了 可是以家庭跟家族為中心 作為社會的單位 這個還是中國社會最重要的基本特質 我跟諸位說過 西方人的 他的社會 最重要的人的定義 是人 是透過上帝來界定他自己的意義跟價值 中國人始終不然 幾千年來 中國人的定義 首先 透過了他的家 跟他的家族 在五輪當中為人 這第一個要點 第二個 所謂封建制 那 各位都知道 共產黨起家 就是要打倒封建 打倒舊社會的這個種種的封建的結構 一方面是破壞的打倒很厲害了 可是到今天 我想 大家在中國大陸社會人都很明白 還是各地都是山頭 每個地方 都是誰厲害聽誰的 為什麼反腐一抓就是一片呢 因為那些人其實是地方上的內封建的一種結合 比如上次在山西 一抓整個貪方了 其實 你注意看 他的這個構成結合的方式 他有相當的家族性 人生依附性 跟內封建性 這個很難改變 上面 以前是君主的 這個全部控制的 現在呢 當然不是君主制了 但是總是還是上面一個人講話 大家全部聽的了 所以 這個的體制 並不容易根本地改變 幾千年了 那中國人對這個情況滿不滿意呢 整個知識界 從清末以來 就大力地批判 中國的這種家族、宗族、封建倫理 說這是吃人的禮教 魯迅 整個新文化運動 中國社會最糟糕的 就是這些東西 叫禮教吃人、禮法吃人 都是講私人關係 自私、貪污 連結在一起 拉幫結派 搞小圈子 那 對這個非常地不滿意 但對於 這個整個的政治體制 一般我所知道的知識界 也很不滿意 總覺得好像沒有那樣子的自由、民主、法治 是 因此 當代的中國人很矛盾 什麼叫很矛盾呢 一方們覺得說 好不容易 中國人 中國人 國家富強了 不再被人欺武了 改革開放之後 這些年來又富起來了 富也富了 強也強了 也對於國家民族 有一種自豪感、尊榮感 是 雖自的故事 始終多於 nach始終 最好 悠閒相也更自憑 數十萬、百萬 有些人拿雙重身份,以免拿綠卡,以免回來做生意。 也就是,在中西的教會裡頭,這個百多年來,一方面,大家也都覺得,中國終於脫離的那個貧困、落後、哀打、受人凌辱的地位。 在文化上,在教育上,到底要走什麼路? 在文化上,在文化上,在文化上,以文化上,以文化上的物理。 根深蒂固而難去 因為組織方式會影響到整個政治和政黨的構成的方式,乃至影響到社會的生活方式 中國人的組織方式最大的特色是家族性、集體性 是不同層次的東西 傳統上叫做家族性 梁素明先生在看共產黨起來的時候,他前後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他是很反對的 他反對階級鬥爭的 他不反對走這條路 他要用中國傳統的家族、倫理的組織方式 搞鄉村建設 用中國傳統的東西 讓中國整個好起來 可是 他的這一套東西最後沒做成 到最後 他在山東的 這些種種的試驗 抵不過 日本人的清零 甚至有很多地方 還要靠巴陸來幫忙 來對抗 他自己的對抗力不夠 也說這個東西的戰鬥力不夠 所以在四女人之後 毛兒東 讓他再去看看 他到處去看看 就有很大的一個覺悟了 他說 我原來反對這套東西 後來發現 這個階級鬥爭是厲害 這套東西 是能夠把人處置起來 把人 從原來 中國人原來 是在家做個子弟 那把人拉出來 他的基本定位 不再是為人之子弟 為人之父兄 而 變成了 一個社會中間的一個人 組織當中的一個人 這個 根本的改變 那這個改變 他都不得了 這樣子 中國人的基本的定義 中國人和中國人 基本方式 才從此 受了巨大的改變 所以 他很佩服毛澤東 毛主席 當代的偉人 幾百年才出一個 能夠 讓中國社會徹底的改變 那些種種 那麽 其實 毛澤東 是非常了解這個問題的 什麽問題呢 中國社會 他原來 組織不起來 照孫龍山講的話 叫一盤散沙 一盤散沙 怎麽對抗帝國主義 怎麽搞革命呢 所以 他弄了一套 階級鬥爭的方式 二元激烈對抗 把大家組織起來 在鬥爭當中淬裂了 黨的紀律 積極奮鬥的精神 那 這個東西 當然有它厲害的地方 靠這個東西 能夠建國 之後呢 一路鬥下去也產生了問題 建國之後不斷地運動 一路不上不停地運動 一路不上不停地運動 最後到了反右 大躍進 文化大革命 也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 也因為在這個之後呢 後來走了改革開放的路程 不再走階級鬥爭的路程 不再走階級鬥爭之後呢 中國社會慢慢又散掉了 又回到了個人為自己 為個人為各自家的老路子 人人為自己 人人為自己的家 上次課 有同學在問 說怎麼越講集體主義 人越自私啊 這是實況 這個東西有它不容易落實的地方 這是一個難了 傳統中國人 他的倫理道德 他的一切的價值 的核心在什麼地方呢 是家族 他一切的價值 是家族當中孕育的 現代中國 要打破家族 要進入一個 組織化的生活型 那一切 一切 聽從上面的領導 可是問題 這個事情 不夠落實 不夠落實 或者說大家心裡有一定的距離 於是 久而久之 這個氣氛味道就變了 就散了 散了之後貪污腐化 各種層出不窮的 亂事兒都出來了 於是說不行 不行之後 要再一抓 於是 習近平先生上臺之後 努力一抓 希望再把他抓起來 抓起來 抓起來之後 但是問題就是說 你要有當年的那個精神 那個宗旨啊 大家才會那麼真正的 全面聽楚之的話 聽黨的話 跟著黨走 這個不容易 因此 當然 諸位在這邊 我相信也不容易講人的話 我講話方便 你們不方便 但是呢 我是實話實說 在這個情況底下 就變得很麻煩 麻煩在什麼地方呢 中國人的那個家庭 家族性大大的衰落了 不像以前 心心念念 都為了家家族奮鬥 所以他有他的倫理道德 現在就弱了 人人為自己呢 一方面貪污腐化 又自私 另一方面呢 西方人自由奮鬥 自由奮鬥 追求理想 追求興趣 個人的那種 個性的完成開發的那個高度 另一方面呢 為集體 利益 阿朗 西方近現代 西方近現代 隨著文藝復興的所謂個體的覺醒,到了啟蒙運動的理性的蘇醒 西方近現代 西方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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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 西方人開始發現,永恆的、絕對的真善美是找不到的 沒有絕對的真理、沒有絕對的善也找不到絕對的美 古希臘的、跟類似基督教信仰那種絕對的真善美的信念衰落 這是他們幾千年的傳統 一批又一批的年輕人還是非常嚮往 而且這個還是他們教育和文化裡頭的核心價值 只是越來越多批判的聲音 包括存在主義、後來的結構 或許經過後現代主義 這個都是對於傳統的西方的價值理論的批判 另外還有弗洛伊德的這種心理學說 這種學說 基本上認為人 主要是一種生物 受到性欲的驅使 這是他的核心的力量 那當代還有佛寇 佛寇也認為人最大的本能 就是追求權力 那性也是這個東西的一種展現 那性也是這個東西的一種展現 所以特別地看重性跟權力 而且他在這一種實驗當中又是黎靈禁止 所以西方近現代變成有兩派東西 一派是繼承古典的 包括基督教的 對於那種永恆的事物真善美的追求 這個還是構成他們的核心的主體 可另一方面來講 本身也越來越不安 越來越多地認為說 人好像講到最後充其量 只是一個生物 一個動物 沒有辦法真正地掌握 真善美 而且所謂的理性 也慢慢被於更多的感性 或者欲望本能的東西 所蓋過去 譬如說 在當代的搖滾樂 當代的藝術當中 我們更多呈現的不是理性的光輝 是一種無法控制的人類的一種感性的混亂 跟一種本能 還有欲望的一種充斥 人被自己的欲望 無論是性欲 權力欲 所以這兩個東西在那裡此起彼伏 雖然如此 西方近現代的整個的政治社會的構造 還是完整的 這個完整 在於 他 他經過幾百年的演進 是非常清楚的 以個體的自由 跟權力 之保障為中心 然後透過了 人民跟 政府的這種契約關係 透過定期的選舉 來 決定 政府應當做什麼 這一套體制 他的核心 是以一個一個的自由個人 為中心 西方人的個人 不僅是一個的個人 他是一個的戰士 古希臘的雕像 羅馬的雕像 他都是以運動員跟戰士 為模型 所雕塑 他們所崇尚的男性的體魄 基本上是一個戰士的體魄 西方的制度 從根本上來講 跟希臘羅馬的方政的組織 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他們是一種 戰士型的高度的機率 所以近代的西方 呈現兩個特質 一個是高度自由的戰士的精神 另外一方面 是高度的有紀律有組織的 像在一群人 從事戰鬥的時候 那樣所呈現的一種戰爭 所以他的軍隊的紀律性 其實坦白說 比東方的軍隊一般好得多 那因此 在這個情況底下 個體的生命跟活力 充分地發揮展現 而集體的力量 又有高度的紀律 然後整個社會又在法治 再加上資本主義 所以他的生產力 活力充分地徹底地調動出來 就使得近代西方的文明 呈現出 人類前所未有的一種精彩 無論是在政治上 經濟上 社會上 法律上 軍事上 都遠遠地超過了其他的國家 而在文化上 藝術上 學術上 他的風采 也因為透過傳統的真善美的追求 以及對於自我的批判 也產現出異樣的精神 而他宗教的特質 雖然是摔了 可是還是相當地強 因此 在這個情況底下 西方文化的力道 是極其雄混 中國人面對這個狀況 其實壓力非常地大 一百多年來 壓力非常地巨大 本來 在清末明初的時候 很多人是絕望 哪有 哪有 這麼一個厲害的 這麼多 而且是這麼多列國 每一個國家都很強大的西方文明 那麼 經過了長期的 艱苦奮鬥 終於先建立了民國 也慢慢有了 建立一個中央政府 也有了一個比較現代化的軍國 而現代化的軍隊 還能夠勉強地在跟日本 這種侵略 還能夠對峙相當的時間 還能夠對峙相當的時間 然後好不容易又建立了新中國 中間 雖然 充滿了波折 可是 終究來講 到了今天 他在經濟上的 成就 跟政治上的 控制力 在經濟上的 社會 文化上的 整體力量的展現 也不得了 也不得了 一般說 已經到了世界第二個 一個 國家的 一個 位分 可是底下 怎麼辦呢 西方近現代的核心精神 是一個個自由的個體 是 奔向於那一種 無限的 一種理念的追求 所以會使得他 文化上的創造 不斷地吹成出行 中國是文化大國 很抱歉 現在所有大學裡的教科書 大概除了中文、歷史系的 教科書之外 其他教科書 全是翻譯的 要不然就是原文的 我們稱呼其後 因此 中國不能不現代化 要現代化 必須要掌握現代化的 核心精神 現代化的核心精神 其實是一種自由的精神 是一種讓他 自由的、充分的 競爭跟戰鬥的精神 坦白跟諸位講 在白鮮中 中國的國族始終一蹶不振 第一,要有自由的戰士 他每一個人是為了讓自己成為一種英雄 隨時隨地,要從強固的個體主體出發,去在球場上隨時做瞬間的決定 第二,又有高度的組織性 要配合整個球隊的需要 一方面英雄主義,一方面又是紀律組織很強 既缺自由的精神,也缺戰士的精神 也缺這種組織性 那這個事情不是一件小事情 為什麼呢? 為什麼世界各國都這麼重視足球 每次打球的時候,各國的總統幾乎都要到場看 因為其實 他 是一種在沒有戰爭情況底下的國與國之間的競爭 是一種戰鬥力 因此 他是充分地表現了每一個個體的那種戰鬥力 跟個體組成其團隊的那種戰鬥力 跟個體組成其團隊的那種戰鬥力 應該這麼講 所以在這一方面來講 所以在這一方面來講 中國人 不免感覺到春乎其後 那也覺得很沒面子 那也覺得很沒面子 那也要不曾經 那也不曾經 有所謂下的那種戰鬥力 這例子 其實必須不宜 它有所謂的 原本的民族性 就是主之方式 還是主之道的 那 中國人 一千對 中國人 西方 靠了畫家族為國主 於是 既不像西方的自由戰士,也不像傳統的家族人 人的基本定位不清楚,一切的教育和文化不可能清楚 都亂了套 一切都亂套 譬如說 美式教材 一切學美國教材 美式教材 為了自由的個體 遂行 公民社會 自由民主政治 地止住則孝,出則替景而性,犯愛中為親人 用傳統的教材 有些其他所謂的德文 而是 压抑的個體 個體沒有辦法自由發展 也不符合集體的紀律 集體倒是有更高要求 你既不走 自由的個體 也不走 家族、家庭人 你要走集體 集體 《願意為自己單位犧牲奉獻,不惜捨棄性命的請舉手》 人的基本定位問題,是教育文化的核心問題 人的基本定位問題,要怎麼定位的問題 人不知道怎麼定位,整個教育文化沒法講 沒有一個出發點 講什麼都是虛的,都是假的,或者唱高調 我甚至於坦白說,我雖然是提倡儒家 但另外一方面,這是個現代社會 我一再講,不可能回到傳統的社會,古代的社會去 回不去的 儒家必須現代化 必須配合現代的需要 因此 有兩個特質 一個 是西方近現代的自由的精神 自由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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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要有高尚的個性 民主主義 在中國都有問題 第一,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 如果我們談民族主義的話 那漢族沒有問題 少數民族都反了 或都可能反 第二 要談民族,真正的定期選舉 大陸太大,南北中西各方面的矛盾太深 恐怕一選就亂了 要講自由,沒法爭自由 要講法治 主要知道 十八大四中會議 才重新 又大談特談 後來在這個之前 法治是非常不足的 所以要談民族 自由 或者法治 來建立一個現代的國家 中國都有困難 中國是個黨國 這個黨國不是偶然的事情 在那個之前 中國人嘗試的各種建國的努力都失敗了 包括 毛澤東早年 是喜歡新春的 喜歡公讀互助的 那 他還是喜歡那種 一開始也喜歡那種 大家和平的 自由平等不外的 社會改革的那個路子 後來一看就很快的 共讀互助就失敗了 不行了 後來就紛紛走上了政治化的 主黨的 甚至用黨來控制一切 這個道路 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這是一切中國近代體制的根源 孫中山早年也經歷一連串的失敗 在二十四革命之後 後來呢 也被迫學習列寧化的黨組織 是一半 他基本上還是相信他自己的三民主義 用他的三民主義前線法 想要運用 列寧化的黨組織 黨來控制黨政軍一切 以及群眾路線 來補足他的不足 但他比較是一種 共和主義式的革命道路 所以國民黨後來呢 就變成一半一半 一半戀齡化,一半共和主義化,一半傳統化 也就不會是西方那種國家 無政府主義、新春、共獨互助 黨國會有兩種不同的結果 一種是國民黨 我們先是必須黨國,後來必須行憲 還是民主自由 是階段性 國民黨就是一路到底了 國共的根本的不同 軍政、殉政 到最後要憲政 國民黨就是一路到底 這個才是人類最理想的制度 中國近現代 沒有辦法用個體自由的方式去建國 當然,建國之後就不會擁有個體自由 從那樣子一開始建國之後的國家體制 要逐漸地變化成什麼樣子呢? 目前還在變化當中 事實上是非常不穩定 前面三十年一個樣子 後面三十年一個樣子 現在又在做一個變化的樣子 所以我們大家都拭目以待 但總之來講 那回到家族呢 初步來講 比較有希望 中共中央也是為了社會的安定 人心的 道德倫理的一個基本的維系 也大力的提倡 傳統儒家跟家族 《秦漢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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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現在是黨 中國幾千年來的基本形態不容易改變 三代的宗法封建主,你講到哪去啦? 歷史決定了我們是什麼樣的人 我們身在這個土地上 身在中華大地上 所以我們是這樣子的人 歐洲又是完全另外一種人 歷史 中國的基本體制幾千年來並沒有改變 根本性的改變 歷史 三四千年,基本體制並沒有 如大家想像,包括革命之後 改變的還是很有限 索瀑 上面,還是要一個大一統的政權 社會上,還是要靠儒家來維繫人形的基本倫理 現代性要求,我們要將個體解放 個體不解放 舊瀑 他對於人的意義沒有那麼高,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性必然要增加 家的重要性大幅地降低了 傳統儒家的倫理是以家為中心的,一切都談家的價值 他沒有辦法全生命地得到滿足 他個體的自由性提高 他的集體的要求也增加了 因為現在是一個大的集體性的社會 心的平衡 修身齊家禮群,治國,平天下 修身 修身 能講 遲國 遲國 近現代的中國一大特色叫做個體解放 從譚世童的充絕網羅 從梁啟超的公德和自由 新文化運動整個以解放為中心 後來整個無政府主義 到了共產黨 大陸軍隊不叫人民解放軍嗎 他是以解放為中心 要把人從傳統的組織當中解放出來 封建官僚地主的 這些組織 解放出來 也包括家族 左派文學都很熟悉 主要就是要從家 家族 就是要解放出來了 所以 解放出來的這些人 他骨子裡頭 經過解放出來 他其實是個體性蠻強的 因此 這一個 是一個新的局面 另外一方面 重視修其治平 宋代已經是一個白衣橘子的社會 唐以前中國是一個大家族的社會 宋代的家族性已經衰落了 他是個白衣橘子的社會 當然比今天還強得多 即使像宋代都不能不從修身開始講 唐以前不這麼說的 唐以前動不動就從政治開始講 宋以後 從修身開始講 就可見這個事情才能夠確立一種真正的堅實的基礎 所以人的價值跟意義 一切的教育跟文化要從什麼開始 從修身開始 修身是第一 這是最真實 修身呢 然後起家 為什麼呢 中國人的基本定義 其實 他首先是一個家當中的人 主要知道 這是講中華文化 主要說 從修身第一不就是國嗎 很抱歉 他自古以來 這個朝代新亡不已 這個幾千年 不能以這個新亡不已的朝代為準 要以這個文化的基本不變的特質為準 這個幾千年文化不變的特質 他是以家作為人的定義 以五倫 以倫理作為人的定義 所以這個家是極重要的 那 為什麼講禮群呢 因為現代社會的群體生活 比以前多太多了 以前一輩子不離家 現代人呢 從小就托育了 三歲幼子園了 六歲小學了 已經開始群體生活了 他怎麼不理群呢 他必須要理群 雖然這個群一直變來變去 而且中國人對於群的熱誠 跟西方遠不能相比 西方人對於經營他的社群 那可是認真徹底 每一次都是如無比的重視 這他從古以來如此 中國人對那個群體不太在意 他很看重家的 他很看重自己 看重家 這個幼子園 這個學校 他其實沒有那麼太在意 這個其實要加強 國 現代社會是一個一個列國體制 你沒有國人家就打你了 沒有保障 所以 國現在是特別重要 所以 不能不重視國 也要重視天下 現在是地球村了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講 中國人的這個定位 我認為 還是必須要繼承宋以下的 這個修其自平的道理 加一個 我們現在 要突出了群體性 要 也要重視個體的自由 然後讓這個東西平衡 我們不是西方人 沒有辦法像西方人那樣子的 完全的自由 以自由為第一意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從古以來 就從來沒有過 中國大概除了 自由 自由 從來不是第一 這個沒有辦法 嚴復當年也提倡自由 早先提倡自由 到了後來就說 不行 自由也會出很多亂 尤其一次世界大戰 打一塌糊塗 道 道高於自由 道還是儒家之道 嚴復晚年是講儒家之道 一切的教育文化 首先要把人的定位清楚 才能夠談教育文化怎麼走 以修身齊家,禮群智光,以修身齊家,禮群智光。 是國,平天下,作為基本人的定位。 中國人今天怎麽重新自我定位? 西方近現代的,要增加自由的精神。 另一方面來講,也不至於走到那種完全沒有規範的,不顧一切的自由。 修身齊家。 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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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天下。 身、家、群、國。 天下。 大法要平衡。 這個平衡就會好。 不平衡就很痛苦。 不平衡會壓迫到個體了,受不了了。 而且不真實,會變成虛假。 只講一個一個家、個人,自私,也不行。 只講群 既成了傳統,又必須現代化 要吸收了西歐未美的長處 也要吸收了社會主義的長處 把它融合成一爐 這豈不是我們未來可以有的一個新的 談教育文化的一個基本出發點 中西政治不一樣,公司分開的 中國傳統不一樣 帝王之家,如果自己不齊家 會真是天下大亂的 中國傳統不一樣 唐朝人就是個例子 唐朝人是個家不齊 李世民就把他爸爸給趕下來了 把他哥給殺了 結果後來怎麼樣呢 唐代的嫡長子或皇太子 除了一個之外,無一善終 不是你殺我,就是我殺你 恐不及的 唐代政治因為這個受了極大的創傷 所以古人是必須要這樣 古人起家跟治國內 古人級的國亦 Stand as a activator 國家的政治與家族政策的擴大 現代不一樣 所以我們中間加 Blissfia這個李群 是很巧妙的 NSA, british God, e? 從李群到治國由古人不一樣 從日 Eng aç, дней到治國66 9mi am esch Ú hi di言 李群與治國 今天看李群與治國 這個道理是一個道理 hehehe 好 好 近現代,在有些地方上比較容易現代化,物質文明上比較容易現代化 西方人覺得中國是完全看不懂 西方人普遍抱一個想法 中國大陸說這個叫做和平演變 結果果不其然,過了三十年之後,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 中國大陸要把前面的六十年和在一起講 既不偏毛,也不偏瞪 和在一起 中國之為中國,它是一個超級的國家型文明 我再講一遍 超級的國家型文明 也就是說,政治在這個文明裡頭,永遠是第一位 大家搞錯了這一點 印度 印度不是個超級國家文明,它是個宗教文明 所以本來卻公布,也不偏瞪了 印度是幾千個小小文明 它是一個多列國文明 有很多國家的文明 西方不是個國家型文明 它是個多列國文明 很多國家的文明 羅馬是一個中央國,其他的殖民地 西方不是個國家型文明 西方不是個國家型文明 羅馬是一個中央國家,其他殖民地 羅馬,除了羅馬,除了意大利之外,每一個人都不一樣,差很多 伊斯蘭主要是宗教性的 只有中國獨一無二,舉世無批,數千年來是一個超級國家型文明 從遙順雨湯文武周共三代到今天,始終超級官民 所以這個國家型文明裡頭,第一件事情要維持國家的穩定 這個道理 這個要求大於一切 國家不穩 中國人就知道了 國家衰亂了 天下和酒必分,分酒必和 然後就打了 然後重新再來一趟 毛澤東跟蔣介石 我們在蔣介石打了一架 一旦 政治是第一位 他一切要以維持整個政治社會穩定為第一考量 他不會是經濟上帶走 所以光講城市化、經濟發展 這些種種 所以 中國未來會怎麼樣 你首先還要懂政治 不懂政治 沒有辦法看中國怎麼樣 所以我剛開頭 從中國歷代的政治往下講 中法封建 中國的政治是不容許徹底自由化的 是不可能的事情 中國的政治是不容許徹底自由化的 因為他真正的 如果是真正走自由的經濟的話 他勢必 這個 每一個個體的 那一個自主意願 會 會 大爭 然後最後 會 挑戰 黨的統治 因此 他必須要走出一條 就是 兩者之間的道路 其實開個玩笑 我覺得他現在那樣比較走 有點像民生主義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 叫什麼呢 節制私人之等 發達國家之等 他不是完全的共產主義 那條路子很難嘛 對不對 人不是天使 一切都是拓司立功 稍微 靈魂深處 有一個私之一散 就把他批掉 沒那麼理想 所以啊 因此 就變成比較是兩者之間 那 他變成是一個 社會主義體制底下 要容許個體要有相當的發展 所以 其結果 就必然是 左的更左 右的更右 或者 政治上更左 經濟上更自由 該抓的還挺不放 所以 物質上是高度變化的 在組織上 人的組織上 中國人幾千年代的組織結構 是偏向於家族性的 整體性的 家族雖然衰了 身家還是他首先的考量 集體雖然不像以前那麼重了 可是 整體還是必須要注意 集體主義也衰了 家族也衰了 身家往上提了 整體又重要了 國族重要了 這是一個大的一個新的局 在這個局底下 但是 關鍵在於 他能不能行 賢能政治 這一種 高度集體性的政治的關鍵 成敗在於 上面人的賢能 上面人如果賢能 中國老百姓 沒話說 他不會造反的 不會抗議的 如果上面人不賢能 甚至於 貪污自私腐敗 那就存不久 歷朝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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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保證有中國特色 所以 這個是改不了了 諸位在國外時間不長 我在國外待了十年 我讀了七年的書 教過兩年的書 還做過一年的研究 我自己又是學科學 我對西方人相當了解 我很負責任跟諸位講 中國人西方是兩碼的事兒 從頭到腳都不一樣 你千萬不要以為我們很西花現代化 還差得遠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他們從來看中的是自由戰士的精神 宗教的精神 還有集體的紀律 這個都不是中國人的特質 所以背後有高度的這種法治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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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都差很遠 這一點都差很遠 我再說還有一個問題 剛才講到的 中共人的這個社會 民主黨人的社會 那個體外有異樣 當時講說 任軍、蔣經國聯隊的法治理外 也是執行極取的法治理 那麽當時這八十年代的時候 為什麽講到精國 會突發奇想 就隔了幾年內 就走向民主黨人 我們自大陸來的 對體外力確實也不得了解 請你講一講 這裏面的到底有什麽原因 這個變化 這個大的短變 是怎麽發生的 這個原因 簡單地說 第一 按照孫中山先的設計 他本來是軍政、殉政、憲政 憲政 當危機解除了 國家狀況比較好一點 就應該憲政 第二 蔣氏父子到了台灣來 帶了一群外使人 外使人的比例 今天只有12%至13% 蔣經國 決定要變 大概也不夠20%左右 大概也不夠20%左右 再回去考察一下 所以 這是少數跟多數的問題 蔣經國 少數人騎在多數人身上 臺灣的根本上的問題 是個省級矛盾問題 你們大家都不了解 臺灣能夠自由民主的關鍵 是因為省級矛盾 如果都是外使人 臺灣就是很久很久很久 才會走上民主化 民間沒有那麼多的抗議 大陸這一點非常困難 大陸沒有什麼 省級矛盾 大家都不同省的人吧 他們有少數跟多數的問題 只有漢人跟少數民族的問題 那漢人反正當政 當初為什麼能夠推翻清禪 那是不是滿洲人是少數人 中國要鬧革命 要鬧什麼事情 多半是因為太少數人在上 就會鬧了 就能夠改變 他去俗外 去蘇綾 國民黨跟國南黨 尤其是一些年輕人,充滿了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的思想。 是指是同一幫人,後來分成兩群。 中國大陸,即使中產階級再多一倍,也很難。 中國歷朝歷代的政治。 五千年的政治的形態,不是叫偶然的事情。 六千年,總是日古! 脡俠台灣社長 自主經 尤其未見 年紀 時重 尤其 詩 演唱 詩 屬夫 老 尤其是西方的王民,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生活上的王民,他们也是可以拥有王家的规矩上的事情 思想上的王民,他们因为自由的个性 所以才有創性 从痛恶辱家到痛恨的地步了 产生了共产主义 产生了大革命 产生了其他各家各派 孫中山先生尊重儒家 新派人物裡頭,或是搞革命裡頭,只有我一個人還重視傳統 其他人都是反傳統的 當時情況是這樣 後來呢 繼承他的這些人 蔣介石、戴季陶、陳立夫 比較講傳統 其實一開始也不是為了傳統 是為了跟共產黨區隔 因為共產黨有世界革命,有第三國際在後面支持 這個力量很大 而且覺得高高在上 當年像陳獨秀、李大昭 他們去見孫中山的時候 都覺得自己地位很高 因為有國際力量在後面支持 國民黨還跟他批敵啊 不能不講傳統 所以國民黨就變成一個很奇特的東西 既有革命,又繼承了傳統 他也接受新派化運動的一部分 三合一 國民黨就變成一個很奇特的東西 既有革命,又繼承了傳統 他也接受新派化運動的一部分 三合一 他一開始就從反封建 反傳統 那邊出發的 那 八零年代反思 文革之後 那個時候是西化浪潮 不是有和商嗎 對不對 那些騙子 就覺得說 為什麼有文革呢 就是因為 中國人還沒有真正接受了西方的啟蒙 理性 現代化的思想 才會回到了這一種封建的 這種 舊的苛舊裡頭 搞出一種文革 當時把文革 不敢去講毛澤東了 去講封建傳統去了 這當然是冤枉了 這當然是冤枉了 因為說實在 這個當然是 中共主導的文革 這可不是 這個傳統在主導的文革 當然你不能說傳統沒有影響 影響還蠻深的 那種也是各地山頭打成一塊 諸位可能有些人有經驗 有過來了 那種各地的山頭性 封建性確實還蠻重的 但主要的最上面 因為經歷過這些事情 搞了一百年了 我覺得今天儒家的生命力 要重新崛起了 簡單說 儒家被打了一百年了 從新華運動到現在 打了一百年了 要崛起 所以我個人認為 底下是大有生命力 那至於書 會不會因此而創造力不足 不僅僅 會的 有三百多項 都在中國的1500年以前 也就是說 在明代以前 那也就是明代以後的中國人 沒有對於世界有重大的發明 影響人類的這種發明 我當初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很震撼 很反省 我雖然提唱傳統文化 挺像儒家 但我覺得這樣下去不行 那不行的緣故很簡單 因為近五百年來 所有重大的發明 都是那個自由的人 自由的個體 都在追求真善美 如果一生不以追求真實的真善美目標 那要搞什麼呢 自欺欺人而已 講白一點 不過是混口飯吃 而已 在西方近現代有這麼個精神 在西方近現代有這麼個精神 這是他們無限創造的原因 我不能細講 我可以舉出幾百幾千個年紀的人講 這點中國人要學 所以近現代叫解放 不是沒有道理的 從其末文英國以來 要從傳統當中解放出來 要去其不好的 遭破的 限制人的部分 要保留他的好的部分 那這個好的部分 就還是我們自己的 那種人與理智性 我上次跟朱惟講 我們這種愛家愛國 的心 這個當然要保留 在這個情況底下 因此 儒家的厄運 如果中國不恢復儒家的話 中國要靠什麼 維繫社會人性的安定 跟基本的道德倫理 我反過來請問大家 要靠什麼呢 如果人的基本的道德倫理 價值都沒有的話 那不必談教育文化 那不必談教育文化 都是假的 不過是功力二支而已 功力嘛 功力嘛 效果今天其實 也已經有了 我坦白說 你還能吃多少 還能用多少 今天我常去大陸 吃飯不要錢 真的吃飯不要錢 你叫火鍋要錢 旁邊白飯不要錢 菜要錢 飯不要錢 今天已經到吃飯不要錢的地步 你要吃多少用多少 前面是窮怕了 尤其前面三十年窮怕了 大家這三十年叫全民向前看 這很自然 很可以理解 底下呢 就永遠這樣沒文化下去 坦白說 外面人是很看不上 中國目前的文化狀態 尤其是道德倫理 信用 的這種狀態 是一個大的不信用 所以 去掠奪全世界的不信用 所以 掠奪全世界的不信用 講的最講的信用 其實他是最大的信用 比如說 你講到民主一樣 所以我們中國人是都民主 所以我們中國人是都民主 但是美國其實是都中華 對外的信用 他是都中華 那麽他為什麽能民主 我覺得他 其實就是掠奪世界的財產 然後他才有可能 假如說我一天 他的美約控制都要實用 然後呢 不去打仗 那麽我下 他再去掠奪民主 他有基礎嗎 他就沒有基礎 所以他這個所謂的誠信要什麽 我覺得他這個大的不誠信 那麼紀律在 掠奪這個基礎上 然後再去講誠信 是我們基礎的 都會遇到這個基礎 反而勇的 所以他的繁榮也好 他的民主也好 如果離開的這東西 可能好多動棋都是空的 那麽為什麽呢 解析這個 這個中國 他的那個分裂的這個 這個跡象 他的那個分裂的跡象 越來越 越越猶忍著他 那麽我覺得 他可能就是自己內無 你誠你 你說美國嗎 對呀 分裂的跡象 對啊 外交上沒有永遠的敵人,沒有永遠的朋友 美國社會上的誠意程度高得下人 他也不看發票,就叫我去拿個鍋子 其二,我早先聽人家說 在美國超市買東西 你沒帶支票,沒關係 他有個空白支票,你自己寫 260美金簽名 他把260美金,多少美金就帶走了 這是早些 到我那個時候已經不行了 現在更不行 另外,我親戚在德州 他們車子不鎖的 到超市,不用鎖車 那個社會的信用度高得驚人 當然你說那黑人去都不行 美國是有很多的問題 我是講儒學的,不是講美國主義的 我們不能只維護自己的東西 而且今天還有很多資訊是被屏蔽的 大家也看不到 美國的社會新觀眾 你個人的懸念當然 有一個對方 我個人的懸念 我想官身女的懸念 如果個人的懸念 我的意見 我個人是個狼人的懸念 我個人的懸念 我的觀念 我個人的懸念 我個人的懸念 一定高於中國 你一個懸念 你大人之內 你大人知道 你柳林登誡 特朗諾曾記 這是甚麼問題 聖賢在上 在上面如果不弄出個這個樣子的話,你統治不了 但是政治不能只看這一點 政治是要看個整體 換言之,他那個憲法,他那個體制是很厲害的 我剛才講的那些重點 跟諸位講 中國不能學美國 學不了 所以我們不必集中在中美比較 而且我必須坦白跟諸位講 因為今天一段講 資訊不對等不透明 所以很多的討論沒有太大的意義 因此 我反正也沒主張 我開口明講,中國不能學美國 你跟美國比,沒什麼大意思 是不是 我不主張這條路子 我認為中國必須走自己的路子 而且確實,坦白說,我是贊成 中國基本上 今天 還是要走 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我是贊成的 但是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我們要怎麼去把它完善化 把它個體的能夠 創造力 權力 都要充分的保障 社會真正的公平 隔離 基本的德性 那如何真實 我們都談這麽個問題 請說 中國特色的體制 美國特色的體制 美國特色的體制 比較有多 中國特色的體制 到底怎麽回事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們真有自信幹嘛 念念不忘西方 幹嘛老爺跟他比 他們也從來不許想要我們的問題 他們也從來不許想要我們的問題 所以 這是一點 第二點 但是 中西教會 開玩笑 開玩笑 事實上 百年來中國人心裡頭 內心深處總覺的自體體制 其實是有問題的 甚至於不如人家 總覺的有問題 所以老是念念不忘別人 但是 今天的中國體制不是沒有優勢 這個優勢在過去三十年來已經 也呈現了 發展的速率 舉世無批 這個確實是如此 人類歷史上沒有的 這裏面有一點 就是說 他幾乎成了一個 以黨國體制 是為基底的一個大公司 他這個十四億人 大陸上十三億 黑人黑戶 所以我就習慣講十四億了 我覺得應該也十四億 這個大公司 這個當者披靡 因為人家 再怎麼說 他是一個個別的私人公司 打不過力 所以這個是有競爭優勢 然後國家可以宏觀調控 把幾個公司 合來分去的 戰略上的佈局 譬如全球的石油佈局 礦產佈局 各種的能源 資源的全球掌握 這個我們在台灣看著是傻眼 因為台灣知道這些 所有的全球的能源資源 從來都在西方人手上 而且他掌握的時間很長 短則數十年 長則一百多年 中國今天居然能夠挑戰 這個是不得了的事情 社會主義的優勢 交通建設、城市的改造 整個的大區域、大流域的這種規劃 這些事情都是自古以來所未有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 來講 這個不是老中國做得到的 那種 如果從家族主義 封建的山頭主義 封建主義不等於山頭主義 封建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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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整個基礎建設上、對外競爭上、上中下游的貫徹上有許多的優勢 是、但是 但是 一帶一路 這種不得了的作法 支援了整個運用對外的擴張 不得了 另一方面來講 不得了 封建анные 所以 組織 組織 最開推薦 收集 除我 我整整呆了一個禮拜,我哪兒不去,我就仔細觀察,我不是去旅遊的,我就去觀察。 軟體很有問題,人的素質很有問題,衛生很有問題,習慣很有問題。 但是我不是反對這個做法,也就是說,硬體要先上來也沒錯,否則的話,在原來那個底子底下,你要怎麼樣子的一下改進也不行。 可是呢,太精神都花在這個上面的時候,他內在的人的品質、人的素質 我們談教育文化這些東西,他反而會落後,或者出問題。 他的一部分拉上去了,一部分反而會造成混亂。 人就這麼多的時間經歷,你都去搞這些事情,對不對? 那個理智的東西就出問題了。 那很多基礎建設也是這個樣子。 覺得我覺得,我跟所有的學者不太一樣。 學者分幾派,一種自由派。 自由派就是大罵,這個反而就是專制威權。 我不同意。 那另一派就是左派。 反正,這條路就是對的。有些小缺點,反正就沒辦法,我也不同意。 還有一種,就是傳統派,今天一切都不如古人,我也不同意。 所以,不是這麼回事,也就是說,這個事情很複雜。 這是一個長期歷史演變的結果,今天是有得有失的狀態。 也不能不在這條路上走,既然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那是必須要怎麼讓它合理化、完善化。 修身其家理情治國平田下,還是必須是教育文化的一切價值的基本出發點。 在這個意義上,他當然可以接受社會主義。 中國傳統,本來就比較社會主義。 這個三代的理智,他是蠻社會主義的東西。 雖然,當時不叫社會,當時叫做中法,當時叫做封建。 他是就一個整個全體來講的。 他是家族主義,中法主義。 中國人是把家族主義,變成國族主義。 把整個國家的考量轉成社會的轉型。 中國今天不是沒有優勢,但也有很大的危機和缺點。 我是學歷史的,我會從政治史的角度講,近現代的政治問題和今天的危機。 我主要還是談教育文化的出發點的問題。 我們講教育文化的人,當然也必須心裡有譜。 這些事情有一個理解,其實危機很深,但是可能的機遇和可能的未來也很了不起,看我們怎麼處理。 我剛才講的,其實也是我在思考的一個問題。 我們在打一個比方,比如說,資本主義這個社會很凝聚。 民主的結果就是全平均次。 你這個劇策不可能取得最好的方案,也不可能取最差的方案, 他把這種很差的分析跟他畢竟。 我們這個體制呢,就跟剛才講的一樣,也就是政治。 我們弄得好,可以取得很大的發展,取得最大值。 但是我們的體制呢,也可能取得最小值。 所以我們現在解決的問題就是說, 怎麼讓我們這個體制的優勢進入的發揮, 然後把它富裕的作用,至少這個風險呢, 就有效不可能杜絕風險。 人類社會不可能沒有風險。 美國也有風險,中國也有風險。 但是我們這個角度,至少要想辦法努力去控制, 中國這個能力怎麼會去控制他。 中國這個能力,怎麼會去控制他呢? 閒能政治 貪汙、腐敗、為知識之力 我們個人的平均生產力和創造力還是不如人家 政策好 中國的發展確實比誰都快 但他付出很大的代價 這個代價就是一刀切的代價 有大量的犧牲和痛苦 個人的創造力和生產力 總共不如人家 你不是從真正個人的興趣出發 從大事後出發 到最後個人還是不如人家 現在是集體的量體 我的看法 那些學生 比較實際的 譬如說 中國的教育跟美國教育的對比 最好的科學家都在美國 換言說,你的目標是甚麼? 學數學是一個最好的訓練理性思考的能力 人們需要學那麼多數學嗎? 需要匯那麼多數學嗎? 一般人,尤其今天是個電腦的時代 電腦都幫你處理 教育設定目標的問題 因為西方的教育設定的目標是人的完成 是每個個體的完成 所以他給你大量的時間讓你自己在那裡嘗試 他的那種近視的成績不會好 都往往輸給華人的學生 東亞的這些學生 第二 他認為 數學物理化學 必須是一個思考的訓練 所以他也不在乎你一時的成績 他在於說 你去從一思考 比如說,甚麼是分數 甚麼是加減成熟 甚麼是函數 你要從那個源頭去想 那你學不好 學不好算 你加點成績會 就好 教育目標完全不一樣 中國教育目標 要考北大清華 要考好大學 所以你非國好不可 考完之後呢? 考完之後還給老師了 我一輩子也用不上 那思考能力有沒有真的增加呢? 也沒有 說實在 也就是說 如果說 我們教育的目的 都是為了考好大學的話 是讓考完大學 大部分都還給老師了 大家很清楚 你有沒有真的改變了它呢? 譬如說 自然科學 最重要的 第一 是邏輯思考的能力 中國人邏輯思考能力怎麼樣 兩岸都一樣 普遍不佳 講話沒有邏輯 兩岸都一樣 然後人家呢 一定也搞清楚 這個文奧子 無理術 是你們背後的這種理性精神 理性的追求 高端的理性的追求 我們這個追求是不如美國的 但是比如說 你說美國的 內臟的百姓 你通過數據教育 培養了多少理性的精神 多少文化思維 我覺得也沒有 因為它繼續的數據都不知道 哪來的一種理性思維啊 所以我覺得 美國的大多數的能力 其實它也不理性 恐怕不是這個樣 第一 我在美國時間很長 那我有一個朋友 一輩子最喜歡提倡理性精神 因為他就覺得 華人沒有理性 缺乏理性 這倒不僅是這樣 因為長期在生活 我跟你講 這樣說 西方人理性精神 其實第一 是他語言 就傳承了 他在一切的活動裡頭 乃至於他所有的一切的遊戲 一切的活動裡頭 都滲透了這個事情 我還沒有時間跟諸偉講說 現代化的核心精神 現代化的核心精神 就是理性 就是自由 自由跟理性 就是核心精神 所以他這個東西 滲透到他的生活 方方面面 他的語言 他的文化 他的一切種種 他的法律 我們承認 西方現在是摔了 尤其他的功力教育摔了 我並不是說 美國就怎麼好 我要講的意思是說 我覺得他的教育目標比較好 人的完成 一個一個人的完成 這個很重要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古人也是這個目標 論語也是成德達財 食欲之化 也是人的完成 這倒不是西方人這樣 我們進現代的教育目標 變成 他叫做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 這是從普魯士開始 是為了讓國家的富強 來做的 後來到了全世界各地 所以 人變得比較工具性 那如果說 還能夠也兼顧每個人的完成的話 還稍好 可是我看的情況不是這個樣子 因此 我是這樣講 如果你要講公立的話 大陸的教育其實是 滿有成效 什麼 對 難得這個機會 外面一般的評價 就是說 不夠真實 他那個底子不對 他沒有真正的理性的精神,沒有真正的邏輯的精神,沒有真正的人的完成,沒有讓學生掌握他自己的個性,更不要講自主學習,他也不知道人生為什麼要學習,他最有一個目的就是,我要贏過別人。 這個社會一旦畢業之後,又不是一個公平競爭的社會,是一個一切講關係的社會。 考大學的時候是靠成績的,將來是靠關係的。 考大學的時候是一切就是贏過別人的目的。 畢業之後,又不能靠我的成績、本領,就一定贏過別人。 考大學還可以,考大學還可以。 之後呢,更多是靠關係跟做人這些種種。 很痛苦 這是外面一般看到的問題 我不是不承認大陸教育有很多的好處 因為事實上兩岸教育很像 我們也是聯考出身的 大陸是高考出身,這是最重要的嘛 那考天考、考剛考的差不多了 就是要考個最好的大學嘛 這個問題是很類似的 所以台灣有個教改 教育改革 教改最大的從頭到尾 兩個字就叫鬆綁 不要再綁住 不要再綁大家綁著 一切都綁住 包括教科書的內容、學的方式、目標 全部都綁在聯考上,把它鬆綁出來 那這個事情有得有失了 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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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成功的就是 松綁 其他不太成功 也就是說 他想要真正達到人的完成 自主學習、興趣發掘 其實還是不太成功 華人社會、中國社會 這方面 這個疾習還是很深 兩岸都一樣 可是學生確實是 松綁得多了 所以他自由度空間大很多 大陸以高考為中心的教育體制 跟臺灣原來以聯考為中心的教育體制 這類似性是很高的 這就是古代科學的一流 這個裡頭 就如我們所罵科學的叫流毒無窮 只能盡量地改 但是我也說 我不贊成廢除高考或聯考 這個問題 因為中國社會的不公平性 跟講關係 講門路的更可怕 問題更嚴重 所以 就變成說 高考怎麼改 改的就是要盡量地 首先就是出題目要靈活化 不能說是死板 要盡量是考他的理解力 他的逻辑思考能力 也不是說只是考這些東西 諸如此類 那 我必須很抱歉地跟諸位講 就是說 唉 這個事情 可能是因為民族自尊性的關係 大家急急忙忙地說 我要跟美國比 跟歐洲比 或什麼什麼的 我們現在沒有 我們的心態 也沒有那麼 很比 心靈也沒有那麼低落 那就好 那我們其實不需要這個樣子 就說 我們 怎麼把人家好的東西盡可能地吸收夠人 不是說 影響給人家比 這個樣子 我是覺得 還是必須回到教育的基本目標 目標不應該是為了考試 我想大家都同意 對不對 不是為了高考 對不對 我們是不得已而有高考 而但是 基本目標 應當是幫助學生人做一個人的完成 就是 人的一方面 有兩浪星空 另一方面 又要吃飯 其實 就是說 政策這個行業 如何在兩浪星空 加到實力之間 這種平衡 這個政策 應該引導少數人群兩浪星空 不能寄希望於 學人的兩浪星空 這是不可能的 中國做不到 美國做不到 誰都做不到 人的完成 不應當是仰望星空嗎 這個應該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目標才對 應該仰望星空 但是我們其實 如果說 你要大部數人去仰望星空 我的意思 做不到 如果你要大部份的人去學習 成為數學家 物理學家 科學家 那也不必 學習那個 對不對 這個是你所謂的 仰望星空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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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意思 那是什麼意思 不是 仰望星空就是講 你剛才講的 追求美好 或者我們昨天 那個教室講的 比如說 昨天有什麼 概念外面 就是追求 一種 全人類的一種 非常美好的東西 就是不顧各種利益 就是為了解體的利益 為了人類的利益 我犧牲最能利益 我犧牲最能利益 那倒真是仰望星空 我為了人家的利益 為了全人類的利益 我犧牲最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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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太高的層次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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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基本上覺得說 今天那個東西叫打高空 現在人其實是越來越自私了 講白一點 哪有那樣子 那樣無私無而情懷 所以我們提上 修其禮國至天 一層一層來 先能夠修其家禮循再講 不要那麼打高空 那我是回到 剛剛講說 教育的基本目標 教育的基本目標 是人的完成 人的完成 絕對不是說 一定要訓練這種 無私無我的 為全人類奉獻 沒有自我的人 一定是一個一個真實人的完成 一定是一個一個真實人的完成 譬如說 人的完成 除了我們剛剛講說 人的基本的定位 在修其禮製品當中 在修其禮製品當中 這個完成之外 另外就是 教育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我理解 教育的目標就是 第三個 第一點 讓人成為人 讓人成為人 父母給我們生下的 那個社會系統的人 通過教育 我們成為社會系統的人 成為一個相對的講 比較高尚一點的人 不可能說沒有自私 肯定也有自私的情況 但是你要不要太自私 就讓人成為人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 讓人不有力量 你一就是說 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有能力去做 第三個 讓人更加幸福 你不要 就像剛才說的 我也沒有必要 為了權力為利 我吸盡更多的利 也沒有必要 過一種古行 生活 要生活的高雅一點 就是 幸福 我個人不理解 這三點 這一點 我跟您是一致的 那現在的問題 我們現在落實到具體的 正好 我們在談這個具體 目前的高考體制 跟這三點都蠻違背的 所以 那在這個情況底下 我們這句子 我們現在在談這個題目標 國外的教育 西方教 有它的長處 那 而且恰恰是因為 他們的目標 主要是放在人的完成分上 而且 太生意給人的學生 而且 因為他沒有高考 教育和學習 六項全能才能上北大侵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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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至於社會分流 若有些各種 很多人都討論過 很多人都對聯考和高考制度也不滿 目前情況也是 有一半的人 按照自己的性向 申請入學 這是重大的成功 而且根據多年的歷史經驗,申請入學的人的表現比聯考入學的人好。 只靠成績進來的人,到最後表現不如按照自己的性向申請出來的人。 而且這些人後來比較能夠堅持在自己跳,就學任務的路上。 中國大陸能不能變成申請入學呢? 我相信困難度很高,只能供大家參考,就沒有辦法細副討論。 乃至於說,講到底,我覺得是一個衡量人才的方式的改變。 理想上大家都同意,要人的完成,要更幸福更有能力,要發覺自我這些種種。 而實際上來講的話,他是在那個理想跟現實當中的。 因此要合在一起,一定要有一個良好的平良人的方式。 我們現在可能需要討論的基於現實,如何做得更好的東西。 這是一個討論的程度。 那我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們最新的大學入學的方式。 你們中學老師或中學老師已經有學的方式。 方式是這樣子的。 這些年來已經是一半人申請入學了。 然後還有一些星光計劃。 每一個學校只要在該校裡頭表現最前面的,就可以進入台大或清華。 這叫星光計劃。 那還有一些特殊入學的管道。 譬如說,身臟生,或是身體有身臟,或是特殊原因,或是原住民,這些種種。 那主流的就是申請,跟這個考試的。 申請的,現在已經超過一半了。 我們這逐漸辦了多年。 那這個我們就是一大成果。 現在第二,新的方法,在申請的過程當中, 不是只看你當時提出來的申請資料。 要看你在整個高中的表現。 那高中的表現,大家都立刻想到,華人社會很容易作弊。 大家一起偽造成績,什麼這些動作。 那他就做了個辦法,叫做即時申報法。 就是每一次,因為現有電腦系統。 你每一次在你的那個學校裡的那個考試結果,立刻就申報到教育部了。 後來沒有辦法,後來在學校集體改造。 從你高一、初一開始。 所以換一支平時。 那不是把學生從小就放入煉獄裡頭嗎? 他每一次考試,戰戰兢兢嗎? 那就是要減少考試。 我不要你那麼多次。 不能太多次。 太多了我也不要,幾次主要的。 上高中之後。 那這些東西就是說,平時成績進入了。 然後課外活動,課外活動列入了。 那不光是指。 所以最後,申請大學的時候,是厚厚的一本資料。 每個人一本。 比價是這樣子,這個錄製。 然後考試題目,盡量往這個閱讀化、理解化這些種種的這個種。 這個是比較具體的,這個作法。 如果對於學校體系不滿的話,你可以申請自學,自己學習。 很少數的人走這路,因為不容易。 是難啦。 我是覺得,在這個華人社會裡頭,要做教育改革。 千難萬難。 最好的問題是,卡債,其實是家長。 不是卡債。 因為通常,老師們是知識分子。 因為通常,這些教改都是大學教授,帶著高中老師一起主導。 所以,他都滿有改革理想。 就是卡債,家長。 那我們的經驗是這個樣子。 第一,鬆綁。 鬆綁是非常非常重要。 從聯考裡面鬆綁。 這搞了好不容易。 所以,二三十年,學生的自主性強得多了。 第二,成績衡量的方式。 不斷地改變。 成績衡量的方式。 所以,目前的學生比我們當年要幸福很多,只能這麼說。 然後,他的自主性跟自我覺識性也強了很多。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至於這樣,會不會造成政治問題? 是這樣子的,未必然。 是這樣子的,未必然。 也就是,如果這個社會有一套良好的價值體系的話,就沒有問題。 應該這麼說。 大家還有沒有什麼? 想要了解的具體的教義文的? 一個是,誠性制度要完善。 另一個是,誠性制度要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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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都必須。 對。 嗯。 那,我們就說, 我們就說, 進來你以後的, 介紹以後, 其實我們大陸也不斷地來給他, 也只是要跟他當時所說的, 一, 所謂的, 衡量方式。 是, 就是, 比如說我們要讀黑大, 就好像我們大陸的, 學生要讀清堂和黑大, 一種圖鏡, 那就是高考的成績。 我記得我們也有, 另外的圖鏡, 比如說, 通過我們特別叫三文一節, 或者叫, 制度招生, 大學的制度招生, 通過這種衡量的模式, 可以選擇我們的學生。 那兩個體系不一樣。 比如說, 台灣大學, 你比如說, 另外的, 申請的, 具體的, 跟考試的有什麼差別? 完全不一樣。 申請的話, 你只要一個基本的學測分, 中國之後, 那個要求不高的, 學測, 有點像大陸的高考, 學測分, 中上的學測分, 中上的學測分, 然後, 你主要看你一本資料。 你現在, 比如, 你想要向你歷史, 我是歷史系的嘛。 你這麼多年來, 你在歷史方面, 你有什麼追求, 你有什麼表現, 你讀了些什麼書, 什麼什麼的一本資料。 那當早, 我們還有口試。 我們是這樣子, 就是說, 沒有一點底子的學生也不會來, 之外說, 會不會有舞弊呢? 這麼多年來, 還好, 沒什麼問題。 也就是說, 沒人底子的學人來, 我們要口試嘛, 一問就倒了。 所以, 你需要一個書面資料, 有一個基本學測成績, 就來參加這個口試。 口試的時候, 老師會看你這些資料, 然後, 講一講, 看看, 說, 然後, 我們大家, 有一個委員會, 委員會制度, 然後, 每年委員會的人都換。 所以, 基本上, 沒什麼留逼。 另外, 我們有多元入學。 這年, 又來提倡多元入學。 多元入學, 就是說, 很多時候, 不光這種人, 譬如說, 你有特別的發明, 發明展得獎的啦, 國際發明展得獎的啦, 還有什麼奧林匹克啦, 或什麼這一類的。 總之, 就是讓他盡量多元化。 多元化之後, 學生才能夠成德達財。 按照他的財心有所表現, 大概是這個樣子。 大陸的, 也就是, 大陸的, 也就是做什麼。 清華學, 大陸的大學, 基本上很多都可以做, 這些東西。 大陸的, 大概到我們之間, 遭到生的話, 基本上, 大部分的, 不同的, 這條路。 又申請的嗎? 就是, 我們自己申請啊, 然後, 他有很多的, 很申請的標準。 這個, 大陸的, 一個學系的, 你剛才講的, 誠信不足, 你都會競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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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人家和學系的, 一家有一個, 你或者嗎? 就像想想想想想想, 你會競賊說 那一家原心, 那一家原心, 那一家過生有好, 我記得他們交通的, 昨天晚上, 你會競賊。 你會競賊, 你會競賊, 你會競賊哪個教講文, 你會競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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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競賊、 這裏並不是說大陸也會問問大學老師不知道,他也知道。 假如你的孩子只會發您的申請條件, 但是他大學的自助高生生,他老師考你的,面試的人也有面試這樣。 他就把你這個資料裡面,比如你發您的什麼東西, 假如你參與的,你肯定完蛋, 他就是回答案,他就能直接問你這裏面是怎麼怎麼擴出, 如果你大陸上理,你家長幫你做的,馬上就把你淘汰了, 我們以前的學生也有遇到這種情況, 這種官方他又困不了,但是你總要可以把你去替掉的人, 面試的人就考出你,會知道很多東西, 事實也實際不了, 我們也擔心他那本資料是家長搞的, 以後,他已經不太能買得到,家長找朋友搞的 如果有一個學校,有一個要求,一個上表也有可能 總比例 北大清華最大的新生裡頭,總比例有多少是這樣申請進來的? 北大清華讀這個造成的90%以上 今天大概94年級 都是申請入學的 沙維俊子入學 那些不高和樂趣的,改成6不高 10%以上 考生大概有27、8萬 就這樣 都改成申請入學了 那不挺好嗎? 挺好的呀 那好啊 那好,兩岸走到一條路上了 這是點口試 課課 說是一個公廟的 課課課 既然是一個公廟的 你更行 女志 兵舍爲,他不作為其他公廟嗎? 還 marriage 還要上嬰兒 當場竊竊 在這裏水中,這裏二十年、三十年長大以後又不一樣,體制更加完善,然後人的功力化傾向,或是施放的傾向,而不可能沒有功力 新的一代會更看重文化問題,人的完成問題 北大清華主要是高考進去的,結果現在主要是申請進去的 寧縣浙江省 古希心經過文化 然後分數又低給100分 中國畢業的可以直接落戶北上廣 有些矛盾的事情就沒法說 人才政治,不同地方的人才政治 有些人才政治,貼近是又貼近是人才政治 先賢能政治,然後先賢能民主 這個可以解決問題 但問題是要怎麼讓賢能人上去 這是個關鍵問題 你剛才講的,我們比如說自卑、自大、融合 也許有點道理 但是我覺得可能還都是很準確 我們比如說,因為這樣 目前大陸有個形態在自信的同時 有一點擔憂,或者什麼 這個表達可能更準確 你說自卑、自大 我了解您的意思 我們有基本的自信 但是,畢竟我們還是從這些 譬如說,我們就要以這個角度 或者說,社會這個角度 我們還是從這些許多的問題 我們還是有點擔憂 可能這麼一個答案 會不會更準確 你會不會更準確 我了解您的意思 這是百多年的問題 這個事情我就不多說了 這個事情,滿麻煩的一件事情 中國大陸線進步得很快,充滿了可能性,但也充滿了挑戰性。 從人類的大事來講,現有體制要這樣下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這次貿易戰背後所真正意味的是整個中國體制,跟以西方為首的那個所謂的世界體制的一個對撞。 美國聯合了歐洲跟日本,還有印度、澳洲,還有諸多這些國家, 他們基本上認為中國體制是對於世界體制的一個挑戰。 所以,這一場大戰,是很麻煩的一件事。 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這個事情是很麻煩的。 其實中國人追求現代化的一百年,一方面進步是不得了的進步。 另外一方面,對於現代性,跟現代世界,到底怎麼回事,其實也不容易充分地了解。 這就是一件事。 這就是一件事。 這就是我們這個角度,我覺得還是理解。 但是我們可能,大陸這個問題,有的情況下, 或是我們被一談的過多就行。 是嗎? 是嗎? 是,我也承認。 我同意。 我一直在說,中國要走自己的道路, 只是怎麼把這個道路能夠走得比較完善, 認識它所面對的根本的挑戰和問題。 不是說這個自由,總共有條件的自由嗎? 如果我們把它放在修齊、李治平當中的話, 這個必然會是個有條件的自由。 它既是自由的,又是逼符合。 在美國看到一個加入作, 人均一票,這個制度其實也有很大的曲線性。 我選總統,把人均一票,也有很大的曲線性。 他打了一個比方,比如說我們一百個人要操路。 我這個朝路,水平比較低,人力比較弱, 可能你武教授,你這個人力很強, 我就委託你,委託你,委託你把我朝路。 這個道理也一樣。 民主政治是有很多的問題。 雖然, 民主的代價很好。 但是, 我從歷史的角度來講, 中國勢必還是要走民主。 恐怕是先賢能, 後來賢能民主。 民主會肯定, 比如說, 自由民主的道路, 去前進, 像是放向那邊。 另一方面, 這個角度就是, 怎麼樣的自由, 怎麼樣的民主, 可能更適合中國的國際。 然後最大限度地, 避免他的一個制定的修理。 可能這個是要考慮的。 我不是說, 我就是單純的極限, 我要自如、要民主。 我覺得, 這個態度, 怎麼說呢? 這個任務, 你就有點半果了。 是, 這個事情, 我想是, 要全面考量的。 對吧, 全面考量的。 很高興, 你有機會, 請這兩次跟大家, 溝通交換一下。 那麼, 我想, 我很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 以後有機會, 再能夠見面。 謝謝, 謝謝。